欢迎来到巴巴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子分享国色芳华拍摄日常碎片 何维芳能否再创迎评经典 中国人为何如此疲惫近日 杨子在微博上分享了他5月的日常生活碎片 其中包括了备受期待的电视剧 国色芳华的剧组照片和拍摄花絮 这一系列的分享不仅让粉丝们更加期待杨子在剧中的表现 也引发了关于该剧何时能够与大家见面的热烈讨论 杨子的微博更新总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这次也不例外 他通过照片和文字 向粉丝们展示了他在5月的点点滴滴 从他的分享中 我们可以看到杨子在剧组的工作状态非常认真 与剧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十分融洽 他的笑容灿烂 眼神中透露出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期待 在杨子的分享中 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国色芳华的剧组照片和拍摄花絮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杨子在剧中的造型非常精美 无论是唐峰造型还是其他服饰 都展现出了他的独特魅力 他与李线的同框照片更是甜度爆表 让人对两人在剧中的合作充满了期待 拍摄花絮则更加生动有趣 记录了杨子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趣事和幕后故事 这些花絮不仅让粉丝们更加了解剧组的工作状态 也让他们对杨子在剧中的表现更加期待 在杨子的微博中 他特别提到了自己在《国色芳华》中饰演的角色大女主何维芳 他表示这个角色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加生动、立体 让观众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何维芳 何维芳具有傲骨之姿 面对世俗偏见和打压时从不自清自荐 他勇敢创业 凭借过人的经商头脑和培育稀释牡丹的技能 在上海中闯出一片天地 他不仅在事业上坚韧不拔 更在爱情中展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同时 杨子也表达了对《国色芳华》早日杀青 早日上线的期待 他表示 这部作品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他希望能够尽快与观众们见面 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和感动 在杨子的微博中 他还特别提到了关于《国色芳华》停拍的传闻 他表示 这些传闻都是不实的 剧组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拍摄工作 他希望粉丝们能够相信剧组和演员们的努力 一起期待这部作品的上映 杨子的这次微博分享不仅让粉丝们更加了解他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也让他们对《国色芳华》这部作品充满了期待 从他的分享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 以及对角色的投入和热爱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国色芳华》将会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吧 此外 根据最新的消息《国色芳华》预计在6月20日左右杀青 这意味着拍摄阶段即将结束 随后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随着杀青日的临近 粉丝们对这部作品的期待也愈发高涨 让我们共同期待《国色芳华》的早日上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